出门又好事了吧 几年了 应该有四五年了吧 不值吧 君子郎开花咯 金黄色的非常好看 今天我妈坐飞机回国 居然发现 对啊很好 君子郎开花了 这太难得了 太难得了 用博总的摇抢 抢 回来了 患者说他一人 去手机店看一下那个手机修要修多少钱 怎么样啊 多少钱 等低了 多少钱 是啊 OLED就86 有一个就差不多是Original的288 但是呢 如果你觉得你不喜欢了 那你可以補钱 换一个 補多120元去换一个原装 OK 多少钱 160 一千 外婆 没有了 可以了 可以了 他有三种挑 他挑了中间那款160的 先用用再说吧 哎呀一天到晚就搞不坏 只有破坏没有建设 跟外婆一样 哈哈哈哈 杀手 我有吧 我有吧 电子杀手 我有建啊 我建了很多 好 你有建 出门又好吃 种了 五六年的君子囊开花了 比仲家还好 比仲家还开心 还开心 今天好事连连 是不是 好事连连 好事连 我们出发啦 今天魁斯娜也跟我们一起出满了 跟娜娜有个棒 妈你昨天晚上也没睡着啊 昨天有啊 还不错啊 昨天就是 放松了 对 这两个女孩子正在那里叽叽喳喳的 然后卡罗就没声音了 哈哈 差不多 差不多 上嘴了 哦 下雨了 下雨了 一步倒里 下雨下 分条雨順 哈哈 分条雨順 小朋友们 老朋友们 大朋友们 老朋友们 还不饿 我都饿你不饿 你不饿 早上吃个两个蛋 哇 高端不处 哈哈 我们现在已经抵达密斯沙家 在机场附近 准备在这里找个中餐吃一下 今天吃的是这个粤菜 跟你说在家里要吃点东西 OK 来来来 根据根据 这个飞机也五分拨劳碌的 哎呀 很累呀 很累的 要吃饱了 这次回国要注意饮食了 上一次吃的太饭式了 回来上高了 这个是铲粉包的那个油条 点上那个酱 今天那个花生酱 芝麻酱 这两位小姐的 青椒茶萝卜糕 维吉娜吃了 一点点 没有脂肪 哦 这个很干的 哦 有汤的 炒河粉 烧鸭烧肉拼饭 看起来可吃了 喜欢吃哪一个 喜欢吃饭是吧 那你笛子拿来 这个炒饭仗是应不错啊 精致炒 现金打九折 快点 多少钱啊 快点 ok 八九折持 九十九块六马九 每次来这里都挺满车的 ok 一人的根据来啦 一人的根据来啦 你还讲拜拜 你还讲拜拜 你要干活的 你还讲拜拜 你要干活 你还讲拜拜 你要干活 南方航空嘛 就在这里啊 排队排进去 第二段的广州到福州的登记证 你把它收起来暂时不需要 哦 这个是今天下午的 你是坐轮椅的 然后你把那个那一件 拿着登记证过去拖运 拖运完 请他坐在那个商店门口 ok ok 好的 谢谢 ok 刚刚好 狗狗也要拖运了 你看 狗狗也要拖运了 你看 狗狗也要拖运了 他有人喂的啦 哎 出来了 不要看 不要看 你就在这里等轮椅服务了 好的 给你申请了 走啦 你电话行动 给你wifi捏一下 不要网友信 多多信 有信 要网友信 好 抱一下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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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哎呦 要抱一下 那你 那你 要好好休息 要不然我可以休息啊 好了好了 几个月就见了 要不要这样子呢 好了好了 拜拜 好了我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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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顺风 走了 一切顺利 嗯 现在去哪里啊 小朋友 现在我们去多了很多的市中心 这两个女孩子说有一个店想逛 是她们想逛了很久很久 今天圆了她们的梦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店 挺漂亮的啊 这个桥啊 我们之前骑过自行车诶 来欣赏一下湖边的安大略湖的风景 那是安大略湖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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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安大略湖的 西安塔 是新建的山场 其实当店变化也很大 这几年 就是这个店啊 为什么这么火啊 这么多人啊 到底有什么这么吸引的地方啊 好多人啊 这条街是什么 坤街 好多人 我们哪个地方行 全部地方要拍车 要不你放我们三个女孩子下来 你们三个男生就找地方吧 我也很好奇啊 这个店为什么会这么多人啊 什么火呢 这一边还是这一边 那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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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边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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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年轻小姑娘喜欢的风景 是吧 排队吧排队吧 你去吧 你去吧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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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队 前面起码排了一百多人 不知道要等多久了 你们两个今天钱带过了没有 卡带了是吧 放眼看去平均十六岁 经过的路人看到这样队伍也惊讶 等到了盼头 队伍似乎没有减弱 等了两个小时 看看等了啥 哇 连个空调都没有 小背心 空间狭小 已经被挑得很凌乱 34一条普通的棉裤 颜色偏素 日系风 多数是小背心 小短裤 价格偏贵 盛在面料是百分之一百全棉 居家库45 25刀T恤 这样的少女系风 淘宝一大把 长裙45刀 小提包45刀 衣服裤子只有一个号码 老阿姨表示第一次来也是最后一次 他们两个在里面挑 我实在是挑 不是撑不住 没有一个适合我的 少女风 他现在就是全棉的 百分之八是全棉的 然后 款式就少女风了 反正又不适合我 今天已经排到TD透支了 你看我出来还有这么多人在排队 我们环妖多轮多了一个圈了 大哥已经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